马上带大家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展 卫生部长足迹菲林今天宣布 我国目前的确诊病例保持在19宗 其中有4名的患者已经痊愈在今天获准出院 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已经累积7宗痊愈的病例 另外呢外交部长今天呢也发文告声明表示 首相敦马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通电话 代表我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遭遇 表示未问 至于习近平则在通话中表示 虽然疫情暂时影响了马中正常人员的往来 但是却动摇不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而中国政府也将会照顾在当地的大马公民 针对马中两国领导人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互通电话 首相敦马今天早上回到自家选区 扶罗交易出席活动后透露 他除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同情 认为中国已经尽全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他同时也感谢对方所付出的一切 都马在会上也补充 我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已经采取防范措施 隔离了从中国入境我国的疑似病例 而截至目前 由于国内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受到控制 对马表示这已经证明 我国在控制疫情的工作上见到效果 如果我们应该自起唯的疫情 保持水平等 14日 这一切才是 我希望在社交产生 来自多人 能备在共持人 能备在香港国内的家人 来自养肥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